打通膨美國今年累積升息15碼 也讓全球跟著進入升息循環 只是還沒見到物價明顯走下坡 全球經濟衰退已經可以預見 根據標普全球預估 全球經濟成長率明年只剩1.5% 美國 英國跟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 更是全數呈現負成長 也因此央行總裁楊金龍 二十九號在中研院發表演說時 也試鏡 台灣經濟成長似乘靠出口 一旦主力出口國經濟衰退 台灣也會跟著遭殃 根據央行第三季 發布的預測值已經把明年的GDP成長率 從百分之三點五一下修到百分之二點九 但按照當前態勢恐怕第四季的央行理事會 還會再進一步下修 在第三季第四季 各位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指標都下行的 所以在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的理監事會恐怕會對這個 我們會發布新的一個預測 美國押物價不惜犧牲國內經濟也拖全球下水 目標要把高於百分之七的通膨率壓到上百分之二 鷹派立場看似勢在必行 不過在達標前萬一經濟先垮掉還是得先踩刹車 一旦美國的失業率升到百分之四點五甚至百分之五 那聯準會他就有很大的降息壓力 所以只有等到美國經濟衰退到一定的程度 聯準會開始調整他的貨幣政策方向 全球的經濟才有可能慢慢的復甦 儘管主機處最新公告 國內明年通膨率預測渴望降到百分之一點八六 但台灣受制大國經濟體 只要國際升息浪潮不間斷 台灣承受壓力被迫跟進 不管對內需消費還是對外需投資出口 都是致命打擊 今行萬物亞庭彭志華採訪報導